上期我们统计了前八地光的墙一共砍了多少棵树 结论是1552棵 有的朋友希望把电影和三检版的也统计进来 要不我就不够细 我直接我很好奇 于是这次我把雄出没十部电影 TV第三季三检集数 和强歌当老游的9-11季也补充进来 统计方法和上期相同 只统计光的墙砍树或砍树后一流的树桩 这次我新增了140行 包括仓库周围增加了全新视角 三张图对比去成后这边三波新增了15个树桩 再加上其他零散新增的树桩 一共新增309颗 加上上次的统计 光的墙一共砍树1861颗 包含了全11季动画的728集 以及十部电影 这应该就是全网最细的结论啊 那么问题来了 砍了这么多树 强歌到底赚了多少钱呢 强歌说3000块的火箭靴 快抵上三个月的收入 说明月薪是1000块出头 每棵树能赚8块 强歌一天的任务是10颗 都是任务加倍后的数量 说明强歌平时每天需要砍5颗 这样算下来月薪赚好1200元 这个月薪太少了 强歌省吃点用几个月才能买个空调 李老板还经常扣工资 到时候可能只有不到400了 或者钱都不发啦 直接拿东西底 也没钱买票回家 13年过年墙上贴着李老板 拖欠强歌的工资条 加起来一共1720元 就算到14年春日对对碰 还拖欠1315元 合着这一年李老板只还到强歌零透是吧 还了但没有完全还 上个月的工钱 李老板你看是不是也给我结了呀 这个李老板 强歌太惨啦 按照李老板的工资 就算1861颗全部交付 也只能赚到14888元 更何况很多木头都没有交付出去 话说回来 一棵树怎么可能只值8块啊 强歌砍的树有黑松 油松 红松 美人松 但是美人松两年 数年都是8000元起价 百年美人松价值几万美金 咱们取个中间值5万刀 价格大约35万元 就算按照高度5米以上比较便宜的油松算 单价为800元 全按这个算都能卖到148里9万 更不用说动画里都是直径几十厘米 高度好几个强歌的大树啦 刚才的计算都很保守 树大的话实际价格还能更高 加上美人松就更不得了 好家伙 就算砍的树全部交付 李老板才给强歌一万多 现在知道为啥是老板赚钱了吧 瞧你这话说的 我李老板诚心经营 被人懊盗 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 不用感谢我啦 视频做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李老板天天闲着没事送着送辣 上期视频我还在想李老板屠傻 现在才发现小丑就是我自己 除了砍树赚钱 我发现强歌有时候也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救火 砍树制造隔离带 为了过河逃命 砍树做桥 原始时代还是为了救人 和熊二一起砍树做桥 砍到一半被狼住竹子 最后熊大撞树把树撞断 真是太赶熊了 强歌之术节还背货中树 为了博得熊熊好感也中了树 为了提升运势 听了大师的话 还在院子里中了四颗树 冒险时还能收集树枝汁汁饮料 专业技能拉板 强歌砍了十几年的树了 李老板 我广东将跟你砍了十几年的树 后面就开始当导游了 虽然初期有过回归老本行 后面微信有客户人从外面买木头建游乐场 但更多的是制止别人砍树 沉恶扬 狗兄领成了自然保护区 今天我们补充了光头墙一共砍了多少树 覆盖十部电影和所有动画 一共1861颗 还对强歌的收入进行了分析 关注最大传下三 下期我将会更新光头墙房子有多大 Flag已经立下了 后面就等我的视频吧 砍所有的视频一共出了两期 他知道1861颗树到底值多少钱吗 他知道李老板又兑了他多少钱吗 要不顶上去 让强歌看看